我覺得事情發生那麼久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有沒有放下 當然是在吊橋的時候 我跟黑人哥兩個 突然有一個瞬間就是 眼淚是一直流 發生一下我們的表彩蛋 歡迎收看 其實我剛剛在那邊的時候 我覺得一開始是 太突然了 因為這件事情其實我 就是一直都沒有想過 然後後來也完全就不會去 去想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 在我心裡面就是 只有它的存在 所以說 我知道我來萬安大其實 是有我的任務 跟有我想要來的目的 所以剛剛其實在 憲哥講完這一切的時候 有一下子是 一下子沒辦法接受這些事情 所以後來 我有放空了一下 那時候放空的時候 就好多 好多的那種 畫面 譬如說那時候 跟他兩個在競爭小隊長的時候 跟他兩個在競爭小隊長的時候 很多 一起 參加 歡安大之後的 闖關啊 或者是出國啊 真的 好多 我剛真的突然一下子 突然已經湧上 所以那個心情真的很複雜 我想說就是 對 我會好好的 把他這個棒子 接好 然後 我會繼續做下去 好好的扛著 好好的 因為其實我們一直在一次考慮這些事情 已經 在我的心中 就是他還是 還是很重要的存在 那時候其實我想說 要送什麼樣的禮物給我 然後我就覺得 接力包很適合 並不是他不在 他只是接手給我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 好像應該 送接力包給你 然後 這是我的一個心意 其實 我覺得事情發生那麼久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 到底是有沒有 把他放下 還是說就是 那個難過已經 難過完了 上一次在 吊橋的時候 我跟黑人哥兩個 突然有一個瞬間就是 喔 眼淚是一直流 可能 我跟黑人哥後來就講說 喔 應該是他有來吧 所以 我知道他一直都在 我也知道他 他一定會 叫我 來接這個包子 然後 他也知道我會幫他 扛著 對 我還是 很想他 我會加油 最後就是 對於自己加入完蛋 你有沒有期許 哇 期許喔 我覺得 可能前三季 那時候真的是 有一種 考驗吧 就是在 某一種的小隊長的 試驗 但其實 就好比今天 這樣子 新的一季 然後有全新的隊員 我還是覺得有好多 是我要 努力 跟要學習的地方 因為畢竟 畢竟KID還是 在這個節目已經七八年了 所以我覺得 那個東西 我還是要好好的加油 畢竟鬼哥也是努力了一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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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